這杯飲料的味道很一般 不知為何那麼多人喜歡飲料 我叫了小糖 香港呢 因為週末那些是四處 都是逼到瘋子 然後排隊排到素 雖然剛才那邊也是排隊 但是這個是正常時段 即是已經都六點幾七點 因為大陸人早一點都吃 其實一般是不會很逼的 因為始終無論地方或者各方面 都是比香港鬆動很多 然後有些東西便宜 不過很多都已經不是特別便宜 但是計算性價比 就已經不是表面的差價那樣東西 即是不只是便宜十元 也不簡單 有很多東西相連之後 其實同樣的消費呢 會上來大陸是好多的 至於你說 吃一些假食物那些 其實你在香港 會不會都吃到呢 我們都很難說的 這個就沒得商量了 這件事是 沒完沒了永遠的一個討論課題 然後治安呢 其實 我離開這邊 已經來了很多年這邊 我覺得這邊是治安非常之好 但是當然入夜我不知道 入夜我不知道 而其他區呢 感覺上是會雜少少的 例如你說在羅湖那邊出 和在這邊出呢 都差很遠 羅湖那邊明顯是雜一點的 但是整個感覺就是 人民會不會這麼容易去犯罪等等 但是呢 就 見到呢 是改善了很多 比在五年前 或者十至十年前 因為大家其實都 有飯吃 那大家都 光光落落 那他沒理由要去犯罪 還有 經常說 那些人吸毒 啊 點起眼上來 什麼都要做 但是 所以中國是嚴打 狼毒 嚴打得很厲害 因為這些事情 他們知道呢 是危害那個人物 和危害那個國家 所以他們是嚴打得很厲害 尤其 各個國家都打狼 打得很厲害 一上了印呢 就 沒得回頭 就是說 柏島陰檔 吹哪樣最毒呢 那肯定是毒的了 那至於柏島 究竟 哪樣毒一些呢 就很難說 因為我都說 那一集是花花公子 娛男那一集 你如果未看 看一看 看完你都知道 原來是嫖的 其實都可以令到那個人 由有錢變到一無所有 還有那個鬥志是完全喪失了 那 何謂賭博那一集呢 有網友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交流了少少 我提到說 以前有個朋友撞回去 她就被人騙婚 即是那條 那條契家婆 原來是有心是下來 騙了下來 結婚之後 就跟那個契家佬 就不知道怎樣 那些 那些 即是一下來 一結完就走了 跟你生了兒子 這樣 變了那個朋友 後來再幾年之後 又有一次撞回去 我就剛剛在大陸 做完事下來 拿著那個行李 那他又在某一個火車站 一進就同一卡 很爽 然後就聊天 整輛車 就說 去了造艇 想賺多些錢 因為他照著兒子一支工 結果就不知道訂 某一次就被人煲爆了 那條片都說了 即是你要熟悉那樣東西 你玩任何東西都行 只要那樣東西 你是有辦法計算 而不是自己騙自己的計算 你真是可以計算的 計算完出來 它有一個屬於你的比例 那你就去試 那至於過程之中 肯定要交學費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人家造艇 你有造艇 那你就慘了 是吧 我不是說以前 有一架二千年歐國杯 我連續買了七場 我整個杯賽買了七場 就是我自己說得很有心理 我才拿 那總共投注了七次 七次都更大 但是我就沒有夾頭 我就平住到 就是我總共就正七住 我每次五百 那總共這個杯賽完了 我就倒了三千五 那其實很少 但是那一刻我純粹就是 我是一個長期的球迷 我就用我自己的眼光去求證 究竟個體的東西 對不對 我還搭個Fan 那個Fan 搭那個人 然後他說 喂 現在全部跟著你賣 我說不是 我說 那我常常會提到巴菲特那些金句 那他曾經的金句就是 股票經紀是一定有錢賺的 只要他自己不賺馬份 就是那個意思 那些如果你不明白 就可以看看爬不爬到維爾街浪人 他 迪卡比奧 最初沒有時間 就同一個演技 很好的 我不知道那個人有什麼 他就教他我們經紀是怎樣的 就是一直困人 要他在遊樂場一路遊 如果他贏了 你就告訴他 其實你還可以買另一隻股 就保持住他在遊樂場一路玩 不可以讓他離開 因為他一離開我們就沒有勇金 我們就是抽勇 我們的責任就是分水魚 一路一路賣 一路一路賣 我們才有勇抽 所以 做艇 你自己又去買了一份 那一刻眼光很準 然後你又拿自己的錢去賣 那你做艇是做什麼呢 賭球呢 我先後是聽過兩個都是年青人 總之是年青過我的年青人 他們分別都是覺得 足智彩那些賠率是可以 從中反映到某隊球隊的機會 嘩 你真還是假 足智彩每一次的賠率變動 只是反映一件事 就是莊家要開始調整了 調整到一個對莊家自己 繼續有利的一個賠率 其實他是什麼賠率 跟那隊球隊的勝負機會 是完全無關的 包括一開票 有些人又會去看一開票是怎樣的 其實一開票都不是的 是那個 賠率只是來自操盤手 他憑自己的經驗去判斷 我要開一個什麼賠率開盤 然後其實如果開賽馬上就調整 總之他也是在玩那個東西 他不會理會哪些人贏得多 哪些人贏得少 總之一件事就是要足夠多的人去賠 然後他主客和才算 他儘量控制到三販的投注銀 是接近到一個點 那他就坐下收錢 也有網友說 現在原來馬會那些足智彩 是比外面那些低水了很多 甚至有個網友說 馬會是直接射出去的 他自己不用賭 那個我沒有跟進 因為其實我不是這麼喜歡賭 我也分析過很多集 其實一賠一的那些玩意 是死很多人 你留意那些新聞 全部賭錢都會跳樓 要不去賭球 要不去澳門 兩樣都是一賠一玩意 賭馬是 這個不是中字 賭馬是很少輸死人 賭馬是很少聽到 會賭到跳樓 真是鄉下 我都沒有喝過水果茶 因為在香港實在排隊排到瘋了 有一集起茶那些 不知道是新開還是什麼呢 我開台頭幾條片 有一集是起茶 排了六十多天 在新開市廣場 排什麼 原來買一杯茶 沒理由跟他去冰 西瓜被冰浸到冷 那一口吃下去 真的挺棒 冰震西瓜 原來西瓜浸到冰 原來這麼棒 今集又即興 和大家拍了一集 在一個 後面就是賭場 給兒童的老虎驚 這兩個應該是 看檔 這檔不是我 不要以為 不要誤會 今天這個鹹鳥集談 真的 我也不知道說了多少 真的和大家在遊樂場 游了一圈 今集就暫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喜歡 新觀眾不妨按個訂閱 支持小禮的頻道 叫KTESMAGIC 如果有任何想法 不妨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可能在社群 開一個討論 就是下一次 大家想去哪裏吃 因為 這邊 水圍黃岡 這邊 其實我已經目測 就沒有 再沒有任何一間 值得試 我要轉 轉移去其他地方 再和大家跟進 然後香港 其實就不是不想吃 但是實在 性價比 等等 其實就不太值得 還有我有吃過幾間 但是實在是中伏 我也不可以拍出來 拍完 我最後都沒有出 因為那些中伏片 我懶得分享 來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我是KTES 我會不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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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拍攝